那大家都知道規則了 那我還是簡單講一下規則 我看到幾個人他是沒有舉手的 那什麼叫Lightning Talk 我們希望用很多的時間 讓大家能夠去share一些 可能長的session 沒有辦法share的一些東西 題目呢其實不限 一定是技術啊 什麼的議題 只要是大家台下覺得喜歡的 覺得高興的 那我們programmer 聽了覺得OK的 都可以 那語言也不一定限制 那今天的Lightning Talk 我們總共有11組的人報名 依據過去的規則呢 他是要出現的 可是呢我們又覺得說 今天難得啊 大家都報名了 而且我們今年有特別的條件 因為我們太多獎勢了 有200個以上的獎勢 這個整個口號的 所以我們決定讓所有的投稿 這個投稿人都可以上 OK所以呢 今天就是我們有11組 每一組的時間是4分鐘 規則就是在4分鐘之間 你可以進行的發揮 然後呢從理論上 從投影片接上去 有開始量開始 不過你沒關係先不用拔啦 就是理論上 我現在講規則 OK規則 你是第一組OK 有點優待 所以呢 我們就是從他投影片接上去 開始量計時4分鐘 4分鐘一到時間 我就會把它拔掉 然後大家就比較荒複補長 然後把它送下來 這就是我們的這個Lightning Talk 一個規則 那我時間就不多說了 已經講了兩分鐘了 那現在的話 我們呢 我要先調個時間 計時 以防萬一 你看 4分鐘 來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就鼓掌 歡迎我們第一位講者 大家好 大家好 那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TGMR與Service的羅曼史 那我是Semina 那她是樂高 那這是今天 就是我會介紹什麼是TGMR 然後TGMR和Service的故事 以及怎麼使用它 然後我們還有另外一個reporting 還有謝謝就是contributor 那小明啊 她剛接觸某個領域 然後不知道有哪些領域的社群可以參加 然後小華呢 又覺得社群太多了 然後Google一下 發現好像沒有一個 aggregation 然後可以去做 就可以看這個活動資訊 要一個一個收集活動資訊 好麻煩喔 那沒關係 TGMR幫助你 幫助你解決這個問題 TGMR全名是Technical Group 那她是收集 技術社群 及研討會資訊 與活動的小工具 那你就可以一手掌握 全世界的所有社群活動資訊 那她現在目前有75顆晶星 對 那不管是Github Telegram 或Google 全部打TGMR都會搜尋到她 那TGMR出生時呢 她其實是要用PythonCL安裝CLR版 那她可以在MacOS上和Linux上進行 那她的方式是 藉由使用者的電腦 像Mia.com和KKDN API server 取得最新的event資料 然後組成在使用者的電腦 那她的儲存位置會是在 你的Jumbo root底下 然後點Conf TGMR 那在出生三個月之內呢 就是Web版的event資料庫 我們腳尖腦汁 那我們既然用Github的話 那我們就event也放在Github吧 那 那 那 報仇呢 使用者 一樣就是 執行PGMR 然後就是 -u update 然後去 接著就透過Github 發Event的issue 各位好 我是做前段 Dalegon 然後這件事情有一點好笑 就是我聽說今天我要上台 就是 比論上 Google 應該是要就業非常有 就是 你需要非常勇敢的倒下那個名 可是我們很想要就被她上來 所以 只不過你改電腦上來嗎 不會的話 那可以找她做商案 就這樣 然後我就負責做這個PGMR 然後這個不是重點 就是說 我們可以透過CLI RSS 跟Google沒有用Github 跟那個 GoogleCamp的方式來 拿到我們的資料 我們就去 KK定值的MIR 那個 網站 然後 就這樣一個爬場 然後把所有的資料 丟到Github的issue上面 然後再用那個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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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 我們可以在微博上面搜尋 KJMIR 然後就可以搜尋到這個網站 然後 接下來 然後 GoogleCamp的也有 然後 RJRDO MIRU 就是 因為我建議文 想要什麼都很厲害 好 然後 KJMIR 就只有搜尋 社群語言堂會的資訊 我們還有一個 就是搜尋台灣社群語言堂會的活動投影片 那 它就是TDW Communities 那 這裡的話 就是要謝謝 就是 貢獻者們 就是從這個端案 1月底到現在 就是有很多的貢獻者 來幫助 就是 讓這個repar去成長 對 然後 還有就是 偷影片的貢獻者們 對 然後 歡迎大家一起來貢獻 對 然後 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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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大家可以加我們Telegram 對 然後接著呢 剛剛講太快了 所以我覺得我們來DEMO一下 33條 對 如果你要搜尋台北 剪T 然後台北 然後 那我們的貢獻是 其他的地方啊 比方說大陸或新加坡其他的 只要你有 你的這個 社群的資訊有在這個reparu上面 那你就減C 就是Country 然後 再比方說 新加坡的SG 你就可以查到他的這些 10 9 好 完了 6 5 所以可以看來這個reparu裡面 就是 這個就是為issue 謝謝 好 我們謝謝集合社群資訊的 TGP代表SERVLESS的王漫史 那第二組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歡迎到 陳保羅 智慧城市黑客中 請上來 有找到轉接頭嗎 對 剛剛他底下問我說 欸 有沒有轉接頭 我說我哪知道啊 好的 請趕快 那這個 智慧城市黑客中 2018 這看起來像是一個 活動宣傳吧 是的 好 那 一樣 我這邊計時是4分鐘 可以嗎 不要太緊張 剛剛那一組又講太快了 我只能寬信了20秒30秒 行不行 欸 欸 欸 出來了 好 禁時開始 嗨大家好 那個 我是陳保羅 然後我要 分享我們10月份要辦的活動 是10 10月5號到7號等 整個手 然後Costcard我知道規矩了 這個 我們要來一隻貓咪 讓大家 大家 知道說 欸我不是第一次來 我要來講 然後我先介紹一下 我們是什麼 我們是一個 最近剛組織起來的社群叫阿列西達 我們是探索所有 跟驅動進化有關的 不管 因為我們覺得驅動進化 它不會只是有科技而已 它未來可能是生活方式 或是那個 欸 或是一些資助的便可 那 然後我們就是要去 總之就是要 就是要去玩它 社群探索 傳播實踐 好 然後我們什麼是黑客蟲 這個我想 絕對不用我再囉嗦了 然後 我們現在在10月5號 七號有一個 雕灌的黑客蟲 是勾勒程 是自主治理的想像 什麼是自主治理呢 我們覺得這個東西 其實有必要跟大家提一下 因為大家自主治理是說 我們再不要管工部門 也不要有私部門的腳步底下 讓一個系統自己 那個能夠維護的那種 腳步在做 所以說 OK 是不是跟open source 就是我們要自己的 自己挖個坑自己補啊 自己做的東西 什麼要自己填 這樣子的概念一下 然後再也有區塊鏈 或者這種去中心化的工具底下 它有多了更多新的可能 所以就是我們智慧程式黑客蟲 這次的一個比較特別的主題 然後我們基礎有幾個方向是說 我們有AI AI IoT 是 IoT不用說啦 智慧程式本來就是 IoT的主戰場 然後AI是這幾年也很紅 然後跟AI 跟IoT也可以組合 配合得很好 然後我們還把區塊鏈啊 寫合約這部分加徵去場 然後活動時程來談 我們就是10月5號 10月6號 10月7號 一般黑客蟲只有兩天一夜 我們是三夜兩天 這樣會不會比較黑 對 我想大家可以在這邊 多待一天睡 睡的不能只睡一天 要多睡一天 對 然後活動資訊 初步來講是這樣啦 然後 10月5號 晚上6點到10月7號到晚上6點 然後 然後我們其實 那個活動頁面還沒有公佈 應該是下禮拜就會公佈了 然後歡迎大家上我們的臉書粉絲頁 然後我們都會從那邊那個 公佈我們的活動資訊 A-L-Y-S-I-D-A 我們就是最給班的一個名字 對 請大家那個 忘記的話 還是可以幫他 歡迎大家加入我們 謝謝吧 然後想要來一個松的 歡迎大家 好 講完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來 先一分34秒 好 開心 開心 好 然後呢 我們下一位呢 是冰潤講 我如何在Python找到乾爹 工人智慧的展現 那先請大家 因為後面的人站滿多的 我們前面這邊都是空的 我建議大家 如果不建議 坐在地板上的往前走 大家就把這邊坐滿 然後後面的人才能進去 我們要留一區 所以後面的朋友們 可以往前走 往前走 往前走 坐在這邊 麻煩移動一下 我們給一分鐘 因為這場地 比中野院小了不早 所以大家可以在這個地方 就聚過來 大家先移動一下 坐好坐滿 坐好坐滿 對 坐好坐滿 好 那我也順便宣布下一個 下一個是聽風 聽風 再到了嗎 OK好 下一個 大家先往前坐 把它坐好坐滿 來 要坐到這一台也可以 你可以面對大家 拍拍照 實在 坐這一台也可以 真的 不要害羞 大家往前 請問你重開機好了嗎 請問你重開機好了嗎 他留次來重開機 所以我讓大家往前一點 來來來 後面繼續往前 繼續往前 請問還有位置很多 至少可以再坐三十個人 出來嗎 好 簡報出來了 近時開始 好 這是主題 這是主題 我主要在開場 找乾爹 這是一個 哪有 這是一個工人智慧的展現 首先 是兩個月前 主題是關於 就是在拍康參加一個小小競賽活動 覺得過程滿有趣的 變手滑 就能投影片 就分享給大家 然後呢 這小競賽是某間 那個防毒軟體公司 不知道是哪一間 然後在拍康的 兩天一程舉辦的 主要就是有三封垃圾郵件 然後其中有一封檔像這樣 就是一些古老啊 另外騙攤小別人上當 什麼 Windows XP 只要80美金 什麼 然後參賽者的目標 就是用一些方法 去讓機器學習的 模型去誤判 對 我們要修改某件的內容 然後呢 也要接受這個挑戰啊 然後首先呢 我看到這個Sample Code 就是要怎麼判斷呢 我就去run這個Sample Code 來判斷自己修改 還有文件 就是到底可不可以被模型誤判 然後 我run 然後看了一下執行環境 喔! Python3的部分啊 我自己呢 是一個Python2的佛系 Python2 所以說我不堪派了 我也不用分號 Python也不加括號 所以大家會跟我一樣 對 所以說呢 Python就有兩天嘛 然後人多網路賣 喔!我沒有Python3啊 怎麼辦 我就灌了整個Python 然後啦 逛好之後也沒有Dependency啊 我去逛逛逛逛 逛好之後就run下去 run下去 ERROR 雙 然後跳ERROR 我就隨手Google一下解法 把它剪掉了 對 這可能是我麥克爾環境的問題 那Sample Code run下去 應該要看到這樣 那左邊的話就是 哪一個郵件 然後它的 spam的探別率是多少 然後Rubin Result 如果是0的話代表 欸!你就不是垃圾郵件 恭喜你這樣 那 我就想啊 為什麼不隨便 網路上抓一篇新聞 把它蓋掉 就不是垃圾郵件啊 就完成了嘛 對不對 哪有這麼簡單 我們同開一次規則 喔! 有多位參賽者 那個誤判率一樣的時候 會比較ed distance 所以要編輯距離小了才會贏 那我就Google一下 這個計算機 然後我就把 所以用這個計算機呢 我就把改好的郵件貼上去 我就知道自己d distance 是多少 越低越好 然後接下來 總算進到機器學協的部分啦 然後用來判斷這個遊戲方法 就是要用Keros 然後Keros呢 我自己是新手 只玩一個月 然後老師跟我說不知道幹嘛 就print出來 所以說 我就print出來發現 誒!是有緣分類啊 好! 那我就偷看了一下這個字典 誒! 那這個字典的模型 我print出來 這個size蠻大的 然後我留了這個字典 我用來自建這個媒品 然後我就把這個 造成就這遊戲的字給換掉就可以了 像是shuffle它的later啊 或者是 就做一些NLP的statement之類的 然後framework這邊呢 編輯一期就準備好了 然後看了一下時鐘 哇靠!剩兩小時 怎麼辦 剩兩小時 還不是寫call 呼應主題 人工智慧轉成功能智慧 全手動實現 然後我手動的方法是什麼? 首先就是慢慢測試嘛 就是像 有一些字就把它 換一下換一下 然後怕ABC 怕DISC太高 我就把那Ctrl換成 少一個L什麼的 然後不然就是 然後不然就是大量變形管 然後變形都是 像Windows 變成Windows 然後 用那個 一些統計上 就是比較少的XW的這些 然後 再來就是看這些 兩千 就是年份比較有意義的 然後我就把他改成200 然後最後就是 平地高中英文的單字量 升學換成Substack 天地 只要二 可以爽啊 好的 這是Evasion 就是比較重要 就是看你結果是多少 然後這是我的結果 你會看到就是 就要越來越混這樣 時間點過越來越大人 對 以上總總 小弟就是很僥倖拿到這比賽冠軍 好 各位 可以 很多比賽高手設計的公司會 我偷偷問一下主辦單位 原來 原來 趕快乾爹 謝謝乾爹 佛心公司 佛心公司 謝謝 謝謝 還剩21秒 大家非常好 後面又擠了 後面又擠了 所以大家可以再 想往前面的 前面的空位 至少可以坐30個人 可以往前走 後面又擠了 大家再往前一點 OK 我們下一位呢 介紹的是 聽風 他要講的題目呢 是第一次walk around 就上手 OK 我先 結束上手 對 後面再往前一點 再往前一點 出來了嗎 好 出來了 計時開始 好 對 好 那我用這支麥克風好了 這可以嗎 我以為有聲音好了 兩秒 YES 好 大家好 我很久沒有講的Mending Talk 所以希望我不會超時 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些關於 關於Wordelong的故事 那 我是聽風 我現在來自17 所以應該有些人都有注意到 我們 今天在宣傳的一個活動 簡單說就是 我們可以 線上回答問題 而這先講不是廣告 不只是廣告 所以不要打電話 不要突然按麥 好 那 大家應該有注意到我們今天的一個活動 明天的活動 就是明天下午一點 我們準備了一個 知識網的線上直播活動 那你可以在我們的APP裡面 回答關於Costcom的七題問題 如果你七題全部都答對 你就有機會抽到兩組AirPods 如果你只有兩個人 答對七題 就是你直接拿走 只有20個人 就是20個人抽兩組 那 你不用幫忙 因為它是一個線上直播的活動 所以你直接下載APP 就可以玩了 但重點其實不是廣告 而是 當大家進來後 你會發現 它就以前港幣 為什麼是港幣 因為這其實是我們平常的一個 叫17Q的節目 它是我們平常 週一到週五會播的節目 在台灣 香港 日本有播 因為香港後來被拿掉 所以現在香港沒有播 但我們在設計的時候 每一個國家只能有一個 17Q帳號 所以我們把我們的帳號 放到香港了 所以這個是現在它在香港 會寫HKD 是這個原因 那為了避免大家明天覺得 怎麼怪怪的 所以我們先講一下 然後其實這還好 最好笑的事情其實是 你明天如果真的答對7點 你會拿到一塊錢港幣的獎金 但 呃 這原因也是因為 一開始我們設計的時候 沒有考慮到要做0元的這種活動 一開始我沒有想到做0元 那我們也試過 可以一起寫0元 你可以說Digi遊戲是0元 會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你會看不到得獎動畫 你會覺得遊戲沒有結束 所以為了避免大家玩完以後覺得說 所以到底誰得獎了 所以我們就設了一元 那一元會怎麼樣 二十個人分一元 原本一元每次就是 所有人得獎去分那個獎金 我們可能設一萬塊到十個人分 沒事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一元 有二十個人分 那每個人分得到0.00幾嗎 這時候會無條件敬畏 就是說 兩個人都有一塊錢 好還好還夠 嚇死了 每人都有一塊錢 所以我們 我還很聽他跑去問財務部跟 就是做財務相關的同事 我說 欸我們這樣一塊錢的總獎金 最後變二十塊 我們財務上會發生什麼事 系統會直接crash掉 他說 沒事 你給我一個USID 我把他們全部收回就好了 所以我 他超冷靜 他真的超冷靜 我還很緊張 然後他就說你給我一個USID 我就把它收回 所以如果你打對七頂 你會拿到一塊港幣 隔天禮拜一你就會被收回了 所以不要緊張 OK 好 再來要講的是一個 就是 說到說有扣的地方 就有walk-around 這邊我要進入 也是walk-around的地方 就是有扣的地方 就有walk-around 那 我看一下 對 那我平常工作 百分之九十都在寫sico 很多人喜歡我女朋友 在寫什麼 我們學人裡寫python 有一點點 大概是5%到10% 所以我百分之九十工作在寫sico 像是寫到說 有一次我看著我寫python 想說 為什麼我的一個等號 他會跟我講錯誤 我就在衣服裡面看到 我有一個等號 一分鐘 一分鐘好 一個等號為什麼會是錯的 那 我想分享一個關於sico的walk-around 就是 我們在分析road-walk的時候 如果有國家 我們就會有 理解出來幾百個國家 每個國家的page-view 可能是一或二或三 我不需要知道非洲某個國家 是多少人看 所以我就會需要知道 我公司有在營運的某幾個國家 比如台灣、香港、日本 那我們就會像這樣去寫 可是如果這樣寫 你有100個page-view的時候 你就要改100次 你增加一個國家 你要改100次 所以我們後來就做一個 我們去join 如果join以後是no 它就是rs 可是因為你知道 你要去維護一個表 非常的麻煩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假的表 我們把這段seql 存到view裡面 直接去join它 所以就可以直接用了 對 所以意思是什麼 這段seql在bquery上面 query它的時候不用錢 對 因為它其實沒有資料 它其實是一段seql 然後我們最後就會用這個 其實你看到這個 operative file以後是 這個東西 對 然後我們真的拉開來很all over 就是 我們拿那個東西來做一個e-sale 我們用列動欄 用畫片組成功 用自訂 用自訂排序 然後對方他們做 為什麼不用e-sale 因為我們全部都太好 大家掰掰 謝謝大家 好的 我們感謝聽封的演講 下一位呢 我們邀請到 indy indy 然後呢 他講的是 題目是 神稿好難 不然我們來寫 是吧 下一位呢 先預告一下 下一位是 題目應該是 drink drink 然後 name is color 我不知道是中 下一位 下一位 在哪裡 你有沒有舉個手 是 你說我的下一位 對 他的下一位 好好好 欸 出來嗎 我還來不及吃了 好 那我們今天主題是 身高好難 所以我們來寫的是吧 那如果你好奇 螢幕上剛看到的是誰 他是Dep 不會 他是Depo Twin的Yuki 就是一直 他以為 敗為的那個女生 好 然後 大家好 我叫阿莫顧文 當然也可以叫我indy 好 那就是我的介紹 我現在就是有幾個hashtag 3大5 csi 118 Python reversing open source 好 那很快介紹完 那人生目告是成為 興趣使人的security master 那我今天要說一個pdd的故事 叫做拖延症的driver development 好 那故事要從一個信息開始說起 這道信息我正在一樣的地方 就是這個舞台上 叫我逆向工程 然後好 就是這個畫面 但是那不是我 不過我站在那個位置 好 那結果我就來不及投稿 T2H comfort 因為就是剛好 投稿截止日的時候 我正在講課 好 那but 我就收到了好朋友的訊息 他說我今天是沒有投稿 沒關係他還來審告好了 我們一樣給你當票 好 可是你知道我們審稿是用google phone 然後後面接到google去的去 有夠難讀 長得像這樣 就是 我不想給你們看內容 所以把它拿起來 但是因為這是很多字 然後字很小很難讀 好 但是這時候我不想念這個現實 因為審稿實在太難過了 所以你就看看那些sipatch很多的 你知道他們有多麼的不務人也 好 然後所以就產生了這個東西 好 那這個時候就可以再demo一下 我希望絕對不會來的debug 好 那 首先呢就是 好這個是 就是我們的 bhub的網頁 這樣子 repo 然後呢你就可以打開這個tour啊 然後你再打開你的這個投稿的東西啊 你就按檔案下載格式 然後選擇DIF壓縮 那我已經抓下來 所以我直接把它打開就好 好 然後呢 下載 好 然後我有一個已經就是弄好的東西喔 那我就可以像這樣子的 把這個東西給 為什麼拖不動呢 兩分鐘 我記得一個就是 三級拖衣可以把他打開這樣 更多的手勢在哪裡啊 糟糕 糟糕 這不是我的call的問題啊 但是我為什麼在這把他打開 沒關係你他有1分20秒 我幫他打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欸他拖動了 欸他拖動了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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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拖進來之後 你會看到他就是從 這樣子的東西變成這樣子的東西 就好多了 好 然後 然後 拖進來之後 你會看到他就是從 這樣子的東西變成這樣子的東西 就好多了許多喔 好 然後 如果大家就是不支持他們的話 你每個一群某某都會被連署 每個人都有表達自己的意見的權利 我們很尊重大家的 然後再來呢 tdhconf是一個給初學者的 security相關的conference 在9月29 然後8月28 開始賣投票 然後最後以上所有的電源 就可以在這邊找到 那網址是ntu.st slash costcar 那我現在還有30秒的時間 我可以就是 站在這邊把呆 自己發揮吧 好 就是大家如果有興趣 使用這個小吐火的話 如果你們使用 google home 加google shoes 做你們的審稿跟頭寶的工具 那就可以來看一下喔 這樣子 然後 裡面還有就是tdhconf 以及公投領絕獎秘密封 他們的一些資訊喔 7 然後我一定要站在這邊 講話一直到我會把線維持 我還有 3 2 1 好我自己來 謝謝 好的 我們接下來 我們接下來這位是 Callum 然後呢 他要講的題目是 drink drink 就是中文是喝喝喝 而不然是喝什麼 然後再下一位7號 成品在馬 成品 ok 請stand by 在那椅子這邊 沒出來 好出來喔 計時開始 好 大家好 我是 Kyland 然後今天要講 dr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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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是 Kyland 然後我現在 在 最近 很有事的新創公司 擔任前端工程師 就是 frontend 內部系統開發組 不然會死 因為來不及趕簡報 所以 好 那什麼是17drink呢 就是 讓drink這件事 變得更容易發生 身為一個載材工程師 大家都很喜歡喝飲料 當然 只是糾團這件事情很麻煩 就是很容易被 就可能有人問你想要喝什麼啊 那就可能被打斷這樣子 那最早期呢 我們使用 DIN BANDONE這個系統 那 不要笑 真的是真的有這個系統 在 他的界面大概長這樣 對 然後我們還有我們自己的帳號 可是因為每次 你可能看到 就是輸入什麼12加6等於多少 這個很麻煩 所以我們後來呢 就打算自己做一個 那對於宅宅工程師來說呢 定飲料只要幾個功能 新增飲料店 定飲料跟通知 還有順便用一些炫泡的技術就可以了 那這次我用 路邊Rails一天做出來的東西 對 然後他可以新增店家 然後 呃 定飲料啊 但如果做了這樣的話 他其實只是 呃 很普通的小app而已 所以呢 我們後來整合了slack 這是我們的員工叫 Yuik 沒有 Yuik 那每次訂餐呢 他就會自動跳slack 通知說 欸現在還是有多少時間 然後查詢訂單什麼的 好 那最近呢 slack又出了新的API 就是呢 他有Dialog 所以我可以直接在slack裡面 發訂單 就是我 輸入一個指令 然後跳Dialog 然後就自動發訂單 好 那要怎麼串呢 Hellopool的免費額度 cost到太慢了 所以呢 我後來又寫了 GoLang 就是像 一期Backgame學習 然後 它很棒 可以跨平台打包 然後編譯啊 減少Bug 然後Backgame也用GoLang 所以方便大家開發 然後 我後來呢 就把它變成了 Labda function 然後加上API gateway 覺得 這個小一盒 過得非常奢侈這樣 然後呢 這是我們累積的總金額 大家一起看 五萬一千兩百二十四元 那現在呢 相當於二十六萬五千的一期點數 等於 我N個月的薪水 好 那 這是我們統計的一些數據 就是 波哥米克夏 一方水果茶 大家知道台北其實有波哥嗎 對 我們點了將近九千元這樣子 然後這是我們最喜歡點的飲料店 整組單 波哥米克夏 一方水果茶 五十蘭大院子 五零茶 春陽茶室 好 那 這是我們之後的Room Map 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 既然我們可以累積這麼多的 喝飲料的金額 那麼 我們當然可以實作簡單的推薦系統 還有評分機制 還有呢 我們還可以順便幫店家做團員跟預測 然後也可以設定呢 每月的訂飲料的預算 然後順便也可以讓我們其他很厲害的 Client端跳坑 比如說 iOS Enjoy 或是 我們沒有IoT部門 然後 或者是最後我們可以整合一期廚師 或是 痾 這樣我們就可以直接用一期點數來喝飲料 10秒 好 那最後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然後 如果 因為 突然 發現自己有上 所以 忘記放些工商的東西 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看一下我們子學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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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下一位是陳品 他要講的題目呢 是Cryptocab區塊鏈養牛場 那我們下一位是林博人 在 不對 我跳號 等一下 8號是 不好意思 拍什麼 人自拍 喔喔這跳號 怎樣 呃有8號嗎 有沒有人是8號 沒有 因為我這樣 好 那先跳跳 如果有人那天通過被我跳到 那換最後一個 我可以偷秒嗎 不行 好啦 我還沒拍戲 你趕快講 你通吧 來來來 好 其實我大概五點才知道我會上台 所以就沒有做同一片 然後 其實我去年也有講來臨頭 但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話 就把它在台大某個地方 然後 那時候我講的是 我要做一個區塊鏈的養雞遊戲 對 可是 就是 天有不是二風雲 反正 養雞就是 後來就 就沒做出來了 但 變成了一個養牛的遊戲 對 那 所以反正它 確實是一個區塊鏈的遊戲 那反正就是一個 以太坊上面的Token 對然後 呃 因為它有小數點 所以 我現在有7.3隻牛的話 就會有一隻 它的UFO是0.3 對 所以 就是 它蠻視覺化的 就是你可以很明確的知道說 欸你現在有幾隻牛 對 那 它如果只能養牛的話 那就太貝啦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 一個比較大的計畫 就反正 呃 它其實是一個中文的計畫 就是 呃 你可以 寫一些 跟區塊鏈有關的文章來換牛 那會想說這東西 原因很簡單 因為 呃 因為區塊鏈領域太新了 然後有一大堆要讀的東西 然後又 沒有什麼系統化的資料 呃 有啦 有一些歐以來的什麼 mastering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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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 那就是反正就比較 不夠 然後每天 要看的文章太多 你只要打開 什麼telegram啊 medium 就會很想死 那我覺得 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文章太多 而且都是英文 要是有人可以幫我把它翻成中文 幫我寫摘要的話 那就太好了 那這個精神 反正就是共筆的精神 就是 你知道大學生在考前就會 欸你寫第一張的筆記 我寫第二張我們講話看 就會一起考滿分 其實不會啦 反正所以 呃 基本上我現在想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 呃 我開一個project是 呃 你可以把你看到的 你覺得有 價值的文章 不管你要動過翻譯或寫摘要 或者做成一個整理 教學的方式來投稿 那 呃 這東西是目前我在市面上比較難找的 因為 呃 現在比較主流的幾個區塊鏈媒體 都 就比較流量的導向 那 這東西其實蠻現實的 就是 你如果寫了一篇 呃 百分之八十個人看不懂的基數文 那 你拿不到流量就得不到肯定 呃 肯定就是 錢啦 對 或任何可以變錢的東西 就包括你的名稱之類的 所以 呃 這件事情是 需要被鼓勵的 那 所以就是我弄了一個真稿的活動 那 呃 所以反正你可以 寫一些 符合我們題目的文章 那 呃 我會用比較接近就是 peer review 的方式 那有一個審稿小組會幫你審稿 那也會根據你的貢獻給你一些幣 對 那獎金標準這個大家可以自己看 那 最近有一個預購活動 就是 initial call offering 初始牛供應活動 對 反正就是 呃 你可以 你當乾爹嘛 對 你很偉大 你可以自錄廣告 然後你可以 然後 你可以 來參加我們的神告的活動 或者 如果明年我不小心辦出一個 conference 的話 我就會發 VIP的邀請票給你 是不是很吸引人啊 然後最近還有一個洽產之外 就是你可以用牛臂換牛汉寶 或者 和牛 對 聽起來厲害吧 那本身 呃 大概是這樣 那這是一些link 因為 真的沒有時間做同影片了 就 cripplecall.app 就是 剛剛這個牛 然後還有 粉絲專頁跟 medium的 publication 大概是這樣 謝謝大家 好 那我謝謝大家再看五秒好了 什麼 你要做什麼 謝謝大家再看五秒 好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下一位 是 9號 0 OK 上台 然後再下一位 10號 是 曹麗 那個 好像說 進入今天的尾聲了 不過呢 今天秩序特別好 都沒有人超死 我沒有 拔掉了快感 覺得 有點可惜 好 這麼說吧 預告一下 如果 如果 我們還來得及 因為聊天時間是6點 Lightning Talk結束 假設前面的人啊 都講完了 我們可能臨場開放一組 看看有沒有人願意上來講 就如果時間夠的話 臨場開放一組 大家可以心裡準備 現在還有一點 一點點時間 行不行啊 算了 他在拖時間 他不想要讓臨場開放一組 好 我先講 林柏仁的題目 他是要講 Snap 打包 軟體使用者 與上游的 多元成家 我 你放棄了嗎 我直接講好了 對 我要計時 你直接講 好 我不知道為什麼 剛剛被叫上游 以前我們 就是 這個軟體 通常都是 就是分成 上游 跟打包者 跟 對中端的 上路版的使用者 那 通常啊 就是 大家用過 那個 台灣人馬軟體的使用者 都知道 就是說 上游通常都不會給 就是 建構好的軟體 那 那 上游通常都會只會給 那個 那可能好一點的 會給那個 RPM 或是 PEB 對 但有時候就是 就是自己 要用的剛好 就用不到 對 那 以前的話 我們 那個 安裝軟體通常都是 就是 直接用那個 最小上路版提供的 就是 打包好的軟體給我們用 那 那 使用的時候 往往就會遇到 就是踩到了一點之 bug 這樣子 那 通常這個 一般的 就是 處理方式怎麼做呢 就是你要去那個 下游的 上路版的 bug tracker 去回報bug 然後回報bug之後呢 你再去上游的 bug tracker 再去回報另外一個bug 對 然後 通常常會發生狀況就是說 上游把bug修好了 那你還要把 那個 bug的patch 把它移植到 下游的 那個 issue tracker 然後讓它 上去 那終於 到這個時候 那個下游的軟體 才真正的修好 那 通常 就是理想中是這樣子 但實際上 就是說 你 通常是那個 你像 追尊上路版 回報bug 然後上游回報bug之後 就 什麼事情都沒發生 上游上游已經收到bug了 但是下游什麼事情都沒發生 那 一直到的就是說 你收到一封信就是說 那個 下游的上游版已經 EOL 已經End of Light了 然後那個bug就 一生平安喜樂 就講過去了 這樣子 對 那 這個就是 呃 這個也不能怪 就是下游 就是說下游能力有限 就是他們 就是需要 用他們的資源做他們的事情 那 呃 有些人就是 呃 稍微比較強一點就是說 呃 能用GCD解決的問題都不是問題 所以你就configure make maininstall 但是 呃 這樣裝好之後呢 你之後上游 出一個新版本 出了一個新版本 你要重新再跑一次 那 如果說上游使用程式庫 你的追求商務板 沒有提供 不是太舊的話 你就要 自己去再 呃 compile那個程式庫 然後再去裝那個軟體 這樣子 對 然後一直這樣循環 那 那 Snap的它是一個 呃 Canonical推出的一個 新的技術 那它 它是 簡單來說就是說 就是 呃 它可以在各個不同的 0.1035版上面使用 那它是基於一個 同一個 Ubuntu的 都叫Ubuntu port 的一個 呃 縮小的 Ubuntu的系統 然後上面再加上自己打包的程式庫 跟那個 那個 藥裝的軟體本身 一分鐘 對 也就是一代一的軟體都是自己打包這樣子 對 那 呃 然後這樣做出來之後呢 呃 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你只要重新 就是你自己以前常常 compile自己的程式 那 呃 所以手上有反 是安裝的軟體 對 那 以後就不需要自己打包了這樣子 就變成說 你就可以 貢獻給上游 那 呃 就是 我個人認為這是就是說 軟體使用者跟上游的 中間的最後一頂路 這樣被填起來這樣子 那以後就是 以後就是 以後不怕沒有新軟體可以用這樣子 小姐各位 欸 好 謝謝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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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即將進入尾三號 我們倒數第二個獎題 這個小 是 可以講題嗎 呃 呃 曹麗 講 有意志 和 這怎麼字啊 呃 開原精神 呃 呃 大家好 我們又見面了 我是今天早上講key 呃 我是來自這個 本次活動的 鑽石贊助商 比特兔的這個CEO 那麼 呃 我想今天在這裡面 我再向大家傳遞一些 我們比特兔創始團隊的一些哲學理念 這個 估計很少有人在開原這個活動上面做這個東西啊 呃 首先呢 我來講一下 我來問一下大家 在座的有多少人是相信有自由意志的 請舉個手 沒有人相信啊 好 其實挺多的 不相信的幾個手 都是死理性派 對不對 好 那麼 呃 請大家花兩秒鐘時間 思考一下 什麼是自由意志 啊 那麼 在過去很多哲學的這個書裡面都會講 自由意志是一種可以進行自主選擇的一種 一種 一種能力 但是呢我也經常看到有一個 有一個漫畫畫的是一頭牛站在屠宰場面前 然後問他你是從A口徑還是從B口徑來嘲粉 這個自由意志是不存在的 然而 作為一個連續創業者 我們認為 這種理解是錯誤的 我們認為什麼是自由意志 自由意志其實就是追求一切可能性的一種本質 它是一種內驅力 就像剛才那個牛的問題 對吧 這個問牛你要走A口還是走B口 對於一個具有自由意志的牛來說 他會說 我兩個都不走我要走C口 他甚至還有可能說 我能不能同時從A口和B口進去 這才叫自由意志 因為自由意志追求的是一切的可能性 好 那麼自由意志跟開源有什麼有什麼關係呢 就是在追求一切可能性的這個前提之下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開源社區是這個多樣性是非常高的 兩分鐘 好 是蒸蒸日上的 我相信所有的開源人 他們都會有一種這個原動力去做很多很多創新的事情 把一些不可能的事情去付出實踐 所以我們才能有今天繁榮的開源社區 所以在這裡呢 我傳達一下我的理念 就是說 能夠鼓勵大家 能夠進一步的去做更多的創新和創意 好的 诶 翔哥 不好意思 還有1分20秒 兩問時間嗎 那這樣好了 我再介紹一下 因為我本次是第一次來台灣 估計很多朋友都不太認識我 我問一下 在座有沒有看過抱著漫畫的 抱著漫畫的 好像不是很多 我是原來抱著漫畫的CTO 有沒有聽說過窮視百科的 老鄉 老鄉不要舉手了 對 對 那我是 那麽這次的話 也是因為區塊鏈正好順應了時代的浪潮 我就從那個 我就從原來阿里巴巴跳出來 然後去創立了Bitter2 這個做一些區塊鏈方面的視野 然後接下來 我會再下一個議題來講 我為什麽要講這個東西 下一個議題 好 這次呢 這個 那個牆中跟我說 沒關係 你可以多抱幾個議題 然後我就隨便抱著兩個議題上去 沒想到都 選中了 所以 所以很抱歉 你們要再多看我這個人一會兒 好 所以下一個也是你是不是 對對對 下一個是你的屬名是Ray 你的英文名字 對 科技暴落 所以這個 我不知道 這個算不算違規啊 之前有沒有吃了個人的情況 欸 四分鐘照了 好好好 先 好 我們開始第二 等一下 下一個議題 我還是講一下 科技泡沫和財務本質 科技泡沫 我還是講哲學 我最喜歡跟大家講哲學 好的 你趕快講 好 開始 我這次三分鐘 不能再讓你多了 我三分鐘 趕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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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問一下 這個 大家有不喜歡錢的嗎 請舉手 那一把你錢給我 好 第二個問題 錢是不是財富 認為是的 請舉個手 OK 還有很多人 舉手 那麼我來講一講 我們比特兔創始團隊 在這個問題上的一些見解 什麼是財富 我們的理解是 就跟剛才我們說的 自由意志的本質 財富指的是 人類的可能性 怎麼理解 那麼 我們想像在古代 古代人 他不能上天 對吧 他不是沒有辦法上天 但現代人呢 現代人能上天 為什麼 因為現代人能夠 坐飛機啊 對不對 還可以坐火箭啊 對不對 這就是現代人的可能性 它是屬於現代人的財富 而古代人是沒有這些財富的 那麼 說到財富 再說到錢 那錢是什麼東西 錢其實是提取社會財富的權利 它不是錢 而錢它不是財富本身 你有再多的錢 只要社會財富不夠多 對吧 你的錢就跟废紙一樣 對吧 比如說人不能永生 你有再多的錢 你也不能永生 好的 那麼 就跟剛才我說的一樣 這個我們比特勒兔的這個理念 就是要創造社會財富 為人類增加新的可能性 從這點上來說 這個社會財富 開源為什麼能做到今天做得這麼好 就是因為它的 它的那些開源軟件都屬於整個人類的 是屬於全人類全世界的 那麼再接下來我再講一下泡沫的問題 在座可能都認為區塊鏈就是泡沫 還有幾秒鐘 時間足夠 時間足夠 OK 那個 對吧 區塊鏈是泡沫 包括我們經歷過搞互聯網的 可能經歷過2000年互聯網泡沫破裂 對吧 還有什麼什麼泡沫 什麼什麼泡沫 但我認為泡沫並不一定是壞事 為什麼會有泡沫 其實是社會作為整個系統 覺得在這個領域可能會產生新的可能性 會有新的財富在這個地方誕生出來 這時候這個錢這個資本 由於其自身的擴張性 它就會湧到這個地方來 去尋找這種稀缺的財富 那麼在這個領域裡 當然這時候泡沫就起來了 但這個領域的人就可以利用他手上拿到的這些錢 去提取其他的社會資源和財富 來幫助自身在這個領域裡面去創造新的財富 比如說移動互聯網或者是什麼 這裡面的人在各個方向上去進行嘗試 最後找到了一條通路能夠為人類社會創造出新的可能性 幫助人類社會實現新的目標 一分鐘 OK 所以這是我們認為的泡沫也不一定是壞事 對吧 所以說 再說一下我們的理念 對吧 再說一下我們的理念 我們開業人的理念 就是一定要為社會 為人類創造出新的可能性 而我們這些財富是屬於全人類 全世界的 謝謝大家 西子強哥給我兩次機會 我沒有尋思 這個還是大家投稿 OK 好 那我們的Lighting Talk 其實正好就到六點 差不多還有一兩分鐘的時候結束 阿